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今天全球社交媒体疯传 关于明天10月13日周五可能发生的大事传言 提醒人们高度警惕 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 据维基百科解释 在西方文化中 13日星期五被迷信者认为是不幸不吉利的日子 这一传言似乎也影响到本地 警方和教育局都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声明 在华人区区的安省约克区针对网上呼吁民间动乱 警方于11日发布了声明 向市民保证正在采取重大措施 确保市民感到安全 警方称 10月11日约克区警方意识到 全球网络上流传着 关于周五可能发生事件的威胁 约克区警方在与联邦和省级合作伙伴的协调下 目前还没有发现对本区犹太社区的可信威胁 警方正在积极监测局势 战略性地部署了警力 人们可能会看到社区内有更多的警察 巡逻将集中在犹太教堂和清真寺 其他信仰场所和机构 以及社区中心 信仰教育设施和其他集会场所 警方还表示理解社区民众对中东冲突的感受和痛苦 将持续评估全球事件对我们社区的影响 确保满足社区的需求 与此同时 约克区公校教育局也发布了一份声明 表示意识到人们对安全的担忧 特别是与明天10月13日有关 教育局正在与约克区警局进行沟通 正如警方所指出的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可信威胁 教育局表示 如果您有特定的安全问题或信息 我们鼓励您联系YRP免费电话 在紧急情况下一定要拨打911 同时学校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 教育局表示 如果您担心孩子 我们鼓励您联系你孩子的学校获得支持 在多伦多警察局长今天召开记者会 表示面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引发的全球网络威胁 多伦多社区将会增加警力 警长表示 我们认识到这里发生的独特情况 以及对犹太社区和巴勒斯坦社区产生的独特影响 我们将对社区成员的关切做出回应 他说 多伦多警局致力于确保市内所有居民的安全和福祉 并表示 人们会看到未来几天有更多的警察出现 这包括设立社区指挥站 人们可以在那里向警员提出任何安全担忧 警方还会在学校 社区中心和礼拜场所周围增加警力 确保全市有高能见读的警员 警长说 中东冲突发生以来 他亲自接到了几十个社区领导人的电话 他说 像多伦多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 多伦多警局定期监测全球事件 但最新的情况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上周末发生在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正在对此做出回应 我们现在继续加强我们的回应 以解决犹太社区和巴勒斯坦社区所表达的所有安全担忧 他强调目前多伦多没有具体可信的威胁 经济学家对于加拿大央行是否会在本月稍后升息存在分歧 对借贷成本上升的紧张情绪似乎阻碍了一些购物者 Royalipage调整了年终预测将第四季全国房屋总价年增幅从8.5%下调至7% 听起来可能不多 但Royalipage表示这支利率上升正在产生影响的迹象 过去三个月全国一些主要市场的房屋销售一直疲软 预计第四季度将持续低迷 Royalipage总裁兼执行长索博解释说 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内房地产价格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快发生改变 这取决于加拿大央行如何处理利率问题 他说一旦利率开始放松即使是小幅放松 我们预计买家将大量的重返市场 房价将再次开始持续上涨 从根本上说住房供应依然赶不上需求 BC省房地产协会也刚发布了9月的数据 显示购物者的犹豫 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学家Brandon表示 这显然受到了抵押贷款利率飙升的影响 由于潜在买家面临高额借贷成本 房屋销售再次低于平均水平 9月加拿大央行在夏季两度加息后 将关键隔夜利率稳定在5% 央行定于10月25日发布最新利率公告 经济学家对于主要贷款利率是否保持不便 或会再次升息存在分歧 很大程度要取决于下周公布的最新通膨数据 如果9月通胀继续上升 央行提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就更大 周二在BC省列治文一名非常情绪化的送餐司机 被发现在人行道上驾驶他的摩托车 结果最后竟然有四辆警车前来处理此事 这件事发生在周二下午5点左右 就在列治文Superstore对面的No.3和Leslie Road 有人看到身着蓝色制服的饭团卖卖的送餐司机 站在他的摩托车旁 周围至少有四名列治文骑警和四辆警车 列治文黄家骑警发言人Dennis Whombe证实 在下午5点左右 该地区进行了一次交通拦截 他说司机与调查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促使更多的警察来到现场 该司机因为没有有效的驾照或车辆保险 以及在人行道上行驶而收到违规罚单 黄补充说 一名来提供语言翻译的警察 立即认出了这名司机 过去几次已经几次违反机动车法 大约一小时后 Richmond News再次发现了这名司机 这次是步行送餐 据了解 周二这名司机并不是他的外卖平台车队中 第一个被抓的人 据荒说 在事故发生40分钟前 另一名饭团外卖司机在大致相同的区域被拦下 该司机还驾驶了一辆无罩车辆 并因没有保险和驾驶执照而被开了罚单 黄补充说 列治文黄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 过去曾联系过这家华人送餐公司 希望解决他们的司机和车辆安全问题 他说到目前为止 该公司一直无视我们的要求 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员PBO表示 全民药物保险计划将在第一年 额外花费联邦和省政府112亿元 五年后将增加为134亿元 PBO于周四发布一份报告 其中对24至25以及27至28年间 药物保险计划的成本进行了估算 报告计算了该计划的增量成本 考虑到政府目前的公共药物计划上的支出 以及药物保险计划下的共同支付将产生的收入 作为政府与新民主党达成的供应和信心协议的一部分 自由党承诺在今年秋天出台药品立法 目前加拿大人透过公共计划私人保险和自费费用 来支付处房药服费用 PBO表示 不包括医院药品21至22年 处方药总支出为366亿元 比15至16年增加28% 其中46%是由政府承保 40%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 14%为自付费用 该报告发现 单一付款者通用药物计划将为整体经济带来省钱效应 尽管他估计 处方药的使用量将增加13.5% 这是因为该报告假设实施单一付款人普遍计划 将有助于更好的价格谈判实力 从而降低药品的价格 PBO估计 24至25年药品支出节省成本为14亿元 到27至28年将增加至22亿元 该报告还研究了替代承保计划 因为联邦政府正在继续研究药物保险计划可以采取的形式 如果一项计划仅涵盖灾难性药物 那么政府将在第一年额外花费4亿元 在5年内额外花费20亿元 若紧涵盖基本药物的计划 将在第一年额外花费24亿元 在5年内涵盖121亿元 温哥华华裔作家庄千红入围 今年第30届枫叶银行极乐奖最后5人名单 除华裔作家庄千红外 入围第30届枫叶银行极乐奖的4位作家 还有沙拉伯恩斯坦 阿利诺卡顿 凯文忠 昂迪欧文 和理查森 该奖项每年颁发10万元 旨在表彰加拿大最佳小说 温哥华华裔作家庄千红凭借着 于本森的双重生活获得提名 多伦多作家理查森则凭借世界上的色彩入围决赛 大部分入围者都是首次出现在极乐入围名单上 然而理查森此前曾于2012年凭借小说《巴黎皇帝》入围 庄千红是UBC大学奥克拉根分校的副教授 此次入围的作品《与本森的双重生活》 讲述上世纪80年代一名华裔少年在唐人街的成长经历 庄千红在CBC采访中表示 他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撰写了这部作品 内容主要描述个人的孤独与失控感 以及男性的脆弱面 《与本森的双重生活》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虚构小说 讲述一名叫Benny的男孩及其成长后的故事 揭示贫穷的Benny失去祖母后 必须在唐人街自行谋生 直至社会服务的介入 而小说的核心主题是信任及主角可信任的对象 庄千红的其他作品包括非小说类书籍 《北方舞者》《小说瘟疫》及《美丽与怜悯》 在这次评选中 出版商提交了145本书 公考率在名单缩小到12本作品之后 选出了最后的五部作品 评选称这五部作品都是卓越公益的典范 并且在解决复杂的想法方面处于更高的水平 今年枫叶银行极乐奖进行到第30周年 获奖者将于2023年11月13日公布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